午后短延时强降雨 气象局周三针对全台20县市 发布了大雨豪雨特报 新北市在下午三点多 强降雨导致土城中和多地区 看到淹水情形 立委参选人吴珍也在脸书贴出照片 中和地区低窝处 淹水高度甚至接近汽车半个轮胎高 而树林区中山路地下道 也因为淹水已经封闭 新北灾害应变中心在下午三级开设 掌握各区灾情 暴雨狂炸几乎全台 彰化园林地区 强降雨造成路数倒塌 以及土石滑落 导致部分道路双向交通中断 另于园林市原水路一段 103项强降雨导致山区 累积大量雨水 自该路段水深达20公分 影响往来人车通行 园林分局远景立即到场 实施交通管制 气象局豪雨特报持续到晚间 预估之后到周五 全台都需要顺访午后大雷雨 新唐人雅特电视 曾一豪 曾新敏 台湾新北报道